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安康健康网的讲座 全面了解刷医弱症 首先我在这里做一遍领土确认 有医学部的一个发起的项目 那么是从执行董事何建涛医生领导 已经创办了超过17年 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 以可靠的健康资料社区资源以及网络 像BC省的多元文化社区病患者家属 以及社区的成员提供慢性疾病的教育 预防这个方法以及自我管理 通过这些健康讲座工作坊 或者是一个运用网络的技术 来提升病者对疾病的认识 教导他们有效的管理生活习惯 降低这个疾病的风险 以及提高这个正规的治疗方式 同时跟这个民众探索一些可靠的健康信息 网络这个工具提供大家对电子科技的认识 以及如何运用他们来改善这个健康的质量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这个代表BC省卫生厅 来给我们做开幕词 那么我们有请Lindsay Oskar 给我们致辞 欢迎大家 非常感谢今天能够在这里 在全面了解 在这个年迈衰弱症的论坛上 致开幕词 我是Lindsay Oskar 是卫生厅基础医力 护部的基础质量主任 那么我想要向我所在的这个感谢 向这个原住民的 大爱楚桥白佩文 他们呢 是注册物理治疗师 杨硕昌博士 是注册心理治疗师 林以阳 是这个注册药剂师 刘邓瑞盈 她是注册的精神科护士 那么非常感谢各位 在百忙之中呢 抽出时间来跟我们 做今天的这个讲座 好了 下一位呢 是何医生说了 吃的问题 在吃的方面呢 我们亚洲人 中国人都很喜欢吃的 但那个长者 就年纪大了 他们应该吃什么 是合适的呢 有能够提供充分的营养 他们需要什么的营养呢 很多人的感觉就是 年纪大了 不要吃那么多 我都没有那么多的活动 但这个想法是对吗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邀请到姚晚分 注册营养师跟我们谈一下 长者的健康饮食的策略 好 大家好 我是注册营养师 Amy 尤晚分 今天非常高兴 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就是长者的健康饮食 那么我做了营养师这么多年来呢 很多长者朋友呢 都会来见我 然后问我关于这个如何吃得更健康的问题 让他们可以呢 保持他们的活力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在这个诊所里面 以及跟各位长者见面的时候 分享的一些健康饮食的一些这个建议 那么可以帮助到你 或者是您照顾的长者可以吃得更健康 让他们生活质量呢 会更好 那么本来 本身我自己呢 就是注册营养师 也是一个认证的糖尿病教育者 那么我们帮助了很多华人 改善了他们的饮食 今天呢 我们这个学习的题目里面呢 有几样东西呢 想要比较重要的三点 一个呢 就是可以我们学到营养 对长者的重要性 第二呢 是如何为长者准备健康的这个膳食 第三呢 就是在这个为长者准备做餐的 这个餐饮的时候呢 有一些什么实用的技巧 那么今天呢 这一个讲座 就会大概有二十来分钟 跟大家呢 分享一下 以上刚刚讲到的这几点 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学习以后呢 对这个自己的饮食健康 或者是对您作为一个照顾者 可以呢 对长者的这个营养方面的这个需求呢 更加了解 而从而呢 帮他们做准备餐的时候呢 更有这个美味 以及营养价值高的一个餐饮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长者的营养需求 有哪些 它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 那么有三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有足够的营养的话 那么就可以呢 促进他们的健康 第二 也可以预防这个营养不良 第三 可以呢 就是让他们 更多就独立的居住 或者是增加他们的这个活动能力 功能性 可以增加自理的能力 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那么我们从这三方面来 如何来符合长者 在他们那个年纪的 以及需求的这个营养素方面来讲一下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什么会影响 长者的正确饮食 以及管理的策略 那么有三个主要的要点 一个呢 就是他们的活动能力和挑战 第二呢 就是一些慢性的健康状况 第三呢 就是社交和心理因素 那么让我详细的讲解一下 第一个就是活动能力 那么这方面它的挑战 有时候长者他们的活动能力 可能是比起年轻的时候会减少一些 那么在买菜或者是准备膳食的时候呢 可能会比较的吃力 那么经常呢 就是可能也会年纪大了以后呢 就不一定会开车 那么去超市买菜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也是一个挑战 那么很多的华人长者朋友们呢 他们就比较喜欢 吃新鲜的蔬菜 水果 或者是一些肉类 那么其实呢 可以来加拿大以后呢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转变一下 本地的一些购买的方式 那经常就是说 多买一点 然后把它放在 把它们放在这个冷藏库里面 或者是冰柜里面 这就不需要经常要去买菜了 第二呢 就是一些慢性健康的状况 比方说如果呢 有一些慢性疾病 有糖尿病 或者是心脏病的话 肾病的话等等 那么他们呢 这些慢性的疾病呢 就会让他们饮食上的这个需求呢 就会有一些影响 比方说举个例 如果本身有心脏病的话 那么在这个盐分的摄取方面呢 我们要非常的注意 那么做菜的时候呢 或者是在做这个餐食的时候呢 要非常注意 比方说不要用太多加工的食材 要减少一些腌制的食物 或者是食物等等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社交以及心理的因素 那么社交呢 跟心理的因素呢 该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经常呢 长者比方说他退休以后呢 那么他的社交的圈子 就会比较小 那么从而呢 会让他们跟外界的接触 可能减少了 身边的朋友可能会少了 那么有时候呢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话呢 其实会影响到他的食欲 影响到他们的胃口 所以呢 比方说如果家人 有长者或者一些独居的老人的话呢 就不妨经常跟他们一起吃吃饭呢 或者是经常的跟他们接触 其他的朋友 然后增加他们大家的社交圈子 那么在这个为老年人准备餐饮的时候呢 有一些什么样的食用技巧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参加这个网上的一些餐盘 就是有加拿大饮食指南 里面出来的建议的 那么其实这个餐盘呢 上面你可以看得到 有很一半的蔬菜 水果 还有不同颜色的蔬果 那么我们经常会建议 大家说要多元化 多种类的饮食 也就是说五色 红色 蓝色 白色 绿色 碧绿色 紫色 咖啡颜色等等的食物 越多元化 越多种类的话 就可以让这个老年人呢 有不同的这个营养素 包括有些维生素啊 还有这个抗物质 那么这个健康的盆子里面呢 会有四分之一 是属于蛋白质 那么长者呢 他们对他们来说 每一顿应该都有 蛋白质丰富的食物 那么就可以包括一些瘦的肉类 还有或者鱼类 海鲜类 豆腐 豆制品 还有坚果类 果仁 种子 或者是豆类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如果有一些喝牛 喝奶的话呢 奶制品啊 或者是芝士 这个奶酪啊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另外的四分之一呢 就可以选择一个 全骨类的这个食物 全骨类的食物呢 包括有一些 比方说糙米啊 或者是一个盐米啊 或者是一个古米啊 等等的一些 如果吃面食的话呢 可以考虑一个荞麦面啊 或者类似的 或者全麦的一个意粉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那么至于这个盘里面的大小 或者是每一天的分量是多少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 我要看这个个人的身高体重 或者是活动量 他有多活跃 等等呢 而定 所以才可以再咨询 这个注册营养师 来给你安排一个餐饮 适合你的这个年纪 以及似乎你有没有慢性疾病 或者饮食的爱好 或者有什么样的食物呢 可以需要注意的分量的 为你量身定制的一个 内容 或者是蛋白质减少一点啊 或者是其他 如果有慢性疾病的朋友的话 可能要控制蛋白质 有肾病的朋友的话 但是他也要需要摄取 足够的蛋白质 所以呢 需要咨询一个 注册的营养师 就可以帮助大家 来制定每天三餐的这个内容 那么以下呢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十个健康饮食的 这个适合长者的健康饮食的 这个秘诀和技巧 第一个呢 就是要考虑膳食的需求 那么刚刚呢 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为什么要先从一个长者的本身 他的这个所需要的膳食 这个营养素来考虑呢 因为因为所有的饮食呢 都最好都是量身定做的 就是最好 因为呢大家经常 比方说互联网很方便 经常呢 我们会上网去找一些健康的信息 但是呢 我建议大家再考虑 考虑是否符合 适合你个人的需求 因为很多网上的这个流传的 饮食方法呢 或者是一些营养的信息呢 不一定是可靠的 最重要的就是咨询 你的医生 你营养师 就是在服药的朋友呢 也要咨询他们的药剂师 然后呢 去看有没有一些食物上的 这个跟你所服的药物 有没有冲突 比方说呢 比方说你在服血压药的话呢 你要注意 注意不要这个稀有的这个汁 就不要吃 有肾病的朋友呢 就不要吃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羊桃 那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那除了要考虑这个善食的需求以外呢 第二个技巧呢 就是要主要营养丰富的食物 那摄取营养丰富的食物 什么叫营养丰富的食物呢 就是说 食物的份量不需要很多 但是呢 已经包含了 给你足够的充分的营养 比方说 一些 比方说豆奶 也是属于营养丰富的食物 或者是 一个黑芝麻 做出来的一些饮料 也属于一些 也营养丰富的食物 或者是 全骨的这个面包啊 或者是一些 瘦肉类的 蛋白质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呢 都是属于营养丰富的食物 那么长者呢 经常性呢 他们的胃口比较小一些 那么如果尽量的选择一些 营养丰富的食物 那么对他们来讲呢 就是非常有益处 第三个呢 就是要控制 这个份量 控制份量的意思呢 就是并不是说 不是说越少越好 而是说要选择 适合长者需要 吸收的一些份量 比方说 就算是要关注血糖的长者呢 他们也是需要一些 好的一些碳水化合物 或者是我们叫 这个粥粉面饭的东西 但只是份量方面需要注意 那大概一个拳头 这么大的 就是一顿 那可以摄取足够 可以摄取的粥粉面饭的这个份量 在搭配方面呢 我们要需要搭配 这个营养丰富的食物 比方说每顿都要有足够的蛋白质 那蛋白质呢 长者的需要呢 大概每顿是需要15到20克 那么什么叫15到20克呢 其实三氨式的这个 到100克的这个煮熟了的瘦肉呢 就已经可以给到他们20克的蛋白质 所以每顿呢 有适合适量的这个份量的话呢 其实这个份量就可以控制的非常好 那么我们要留意一下 是不是三顿都是很均衡的分配 那么可以呢 长者有时候呢 他们的胃口比较的小一些 那么如果可以把三顿的这个时间分开一下的话 来进食的话 那么对他们的这个摄取也是很好的 那么最好呢 就是尽量可以 家人呢 有时候需要减轻一些 在买菜方面 这个工序方面注意一下 第四个呢 技巧就是包含蛋白质 每个人呢 其实都需要蛋白质 那么蛋白质豐富的食物 就是我刚刚提到过的 鸡蛋啊 豆腐啊 豆浆啊 牛奶 奶酪 这个瘦肉 海鲜类的这个三文鱼 吞拿鱼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蛋白质 那么再加上一些豆类的豆制品 或者是一些果仁类的 也是有蛋白质的 只要每天都进食不同的 这个种类的蛋白质 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建议 因为呢 经常来讲呢 长者会肌肉流失 那么我们要注意 他们适量的蛋白质的摄取 最好呢 就是要吃一些包含到 不同种类的蛋白质的食物 那么好让他们的这个营养均衡方面做得比较好 第五个这个技巧呢 就是要提供多样性 那为什么要多样性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有时长者呢 他们喜欢不同款式的 如果经常吃来吃去都是那几样的话呢 就会比较乏味了 那么如果可以呢 要多样化不同的食品 有时候长者呢 他们这个味蕾呢 他们会比较弱一些 可能他们对喜欢吃比较重口味的东西 一些食物 如果呢 可以多用一些 比方说不同的香料 或者是一些天然的一些食材 来增加他们的味道 比如说姜啊 葱啊 蒜头啊 盐西等等 等这些可以增加食物的味道的一些 天然的食材呢 这就是非常有帮助 这是非常好的选择 多元化的话呢 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营养的摄取呢 也是可以多方面的 也达到了 所以呢 多样化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六个呢 就是要考虑这个食物的口感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有时候长者 他的牙齿呢 不是太好 所以在举嚼方面呢 可能会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要注意呢 这方面的这个牙齿的健康 如果呢 比方说他有蛀牙 或者是需要补牙的话呢 那么可是用假牙的话呢 我们要记住 要去找这个牙医来帮忙 那么好让你在吃东西方面 没有困难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个食物的口感 有时候有的食物 比较难吞或者难 举嚼 那么就可以把这些食物呢 这个质地呢 把它就是煮到 适合你家里面长者 或者是你自己的话 做到符合他们的这个质地 那么就可以方便他们的进食 也减少他们会淹着 淹着的这么一个风险 那么 所以这个口感呢 这个也在消化吸收方面 也是非常的有帮助 那么现在天气呢 开始比较热 在六月份 就越来越暖和 那么夏天已经来到了 那么第七个呢 就是我们要建议大家 要多喝水 因为呢 经常呢 这个长者呢 他们经常会不觉得自己口渴 他们就忘记了去喝水 那么每天我们需要喝多少杯水呢 就不一定要八杯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天气热的时候呢 你要外出的话 流汗比较多的话 那可能需要不止八杯 或者是有时候 你在家里面没有外出 然后流汗少了的话 那么最好的 最好就希望能有六到七倍 是比较好 如果不喜欢喝水的话呢 那么他们可以喝汤 或者是喝一些 我们就是这个中国茶 比较淡一些 淡一些 不要太浓的 这些都是可以 这个水分高的豆浆啊 牛奶 或者是这些都可以 帮助补充水分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挑选自己喜欢的一些饮品 那么如果你可以减少一些 含糖类的话呢 比方说汽水啊 或者是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 加糖的一些饮品的话 就算是果汁 其实这他们的糖分也是很高 所以最好的话 就是用水或者是原味的 没有加味的豆浆 或者是牛奶等等 来补充水分 那么第八个呢 就是减少这一些比较加工的食品 比方说包含了一些午餐肉啊 或者是等等的一些食物 因为他们呢 他们会引发我们的这个血压会升高 如果肾脏不是太好的话 那么如果想要方便在家里面做的话 你可以考虑一些罐头的三文鱼 或者是吞拿鱼 这些呢 就是加工比较少 或者是罐头的豆类 也是可以来储存在家里面 只要记住 这些罐头豆 它开了以后呢 就是把这个水 冲掉这个泡泡以后呢 就可以吃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第九个技巧呢 就是要注意食品的安全 经常讲的长者呢 他们就会喜欢 我们就说不要浪费食物啊 经常来讲呢 如果多做了菜的话 或者剩下了一些菜的话呢 他们就会喜欢呢 把它们放在这个冰箱里面 把它储存起来 一段时间 其实呢 我们要考虑这个食品安全 要注意 就某一个时段 不能说一个星期的话 那太久了 最好就两天以内 就把它吃完 如果是吃剩了 把它再翻热的话 这个温度也要足够 来把它热透 这样子呢 食物里面也要热 也不是说 热一分钟就可以吃了 第二呢 就第二次把它拿出来 再翻热 还是吃不完的话 那就不要再放回冰箱里面了 因为经常长者呢 他们呢 这个免疫能力 可能比较弱一些 如果再吃了一些 不是很干净的食物的话 都会担心 会有他们食物中毒的问题 所以要注意这个食物安全 储存好的食物呢 要放在这个食物盒里面 然后用保鲜纸或者保鲜盒 把它封起来 这样子要留意冰箱的温度 那么第十个呢 就是最后一个技巧呢 就是要考虑便利性 那么因为呢 住在加拿大来讲呢 这个地域比较大 经常来讲 如果不开车的长者的话呢 他们可以考虑买东西的时候呢 可以让这个超市送货上门呢 因为现在经常的超市 也有提供这个服务 如果你可以上网买的话呢 经常其实很简单 可以做到这一点 或者是可不可以叫一些儿女啊 或者是亲戚朋友啊 来帮忙一下 来买一些比较重的一些食物呢 你就是把它送到你家 把它储存起来 其实这样子呢 比如说干货的东西 就要看一下最佳食物 食用日期 那么在之前吃呢 就完全没有问题 厨房里面要储存一些干货 一些冷藏的一些食物 可以把它放在 如果时间可以放比较长的话 或者是有些食物呢 它可以一个星期 那就可以一个星期去买一次菜 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考虑它的便利性 那么对长者来讲呢 在日常这个准备 餐饮方面呢 也可以有一个灵活性 那么也是可以考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大家可以有几个途径去问一下 那么以下这些参考文献呢 如果有时间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有很多的文章都是 讲这个长者的营养 饮食健康 也有中文版本的 所以呢 长者健康的饮食的 这个中文版本呢 就是2022年更新过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参考一下 那么至于这个社区的资源方面呢 如果你有很详细的一些问题 想问的话 那可以打我们的这个 Healthlink BC 这个号码是811 是政府提供的这个免费热线 那有注册营养师 药剂师 护士 运动专家来解答 您的这个营养啊 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 有中文的这个文章 那么我也会罗列在上面 屏幕上 那么重复一遍 如果想要寻求 注册营养师的帮助的话呢 第一可以打811 这是BC省政府的一个健康热线 这个健康的链接是这个免费的 如果想要找一些 私人的职业的营养师 你的医疗额外保险 比方说有在上班 或者是有退休的 长者有买保险的话呢 那你可以到他的这个网页 上面都会有他的网站 然后呢 Dieticians of Canada Dieticians.ca 那么可以找到呢 对你了解 了解的文 就符合你的文化 或者是讲你的语言的一些营养师 可以提供协助 今天非常感谢 大家参加今天的这个健康讲座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再见 以下呢 有一些预告 今年呢 我们会 七八九月 将会很忙 那么先预告一下 我们七月呢 有两个日子 已经定下来 就是七月十二号 以及七月二十二号 那么就是上午举行的 两个不同的讲座 就是跟这个酷热天气管理 慢性疾病这个系列 有关 第一个呢 是在 严下如何管理慢性肾病 第二个呢 就是在 在山火 雾霾下 管理慢性疾病的技巧 以及呢 跟这个气管 是有关的 那么我们请到两位嘉宾 到时候跟我们讲 一个 这是七月的活动 然后呢 到八月的时候呢 所以星期二 八月十三号 是如何用手机 程式管理您的健康 那么我们呢 也有 今天跟我们讲的 防止跌倒的Wendy 跟 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 这个题目的 然后呢 八月十九号 是 回到 今天这个 问与答 这个环节 大家如果仍然 有这个问题的话呢 可以把它写 写给我们 然后到时候呢 我们会安排 嘉宾 帮我们回答 今天 大家想问的问题 然后呢 到九月份呢 九月是一年一度的 中桥互助会的 健康一日谈 是定在九月十五号 星期天 全天的一个实体活动 所以呢 我分别安康 是安排了两位讲者 一个呢 是专科医生 在讲慢性痛症管理技巧 另外呢 一位呢 是家庭医生 是会讲解 如何用手机程式 管理您的健康 所以希望大家留意 那么 我们这个联系方法呢 有很多 现在在这个屏幕上 如果大家 可想要跟我们 保持联系的话 订阅我们的 这个安康电子通讯的话 可以扫一下 这个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安康 电子有无键通讯录 然后呢 这个 有讲座的时候 有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会直接通知您 安康非常感谢 BG省卫生厅 患者为办 这个项目的支持 同时呢 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社区 合作伙伴 感谢我们各媒体的 合作伙伴 感谢在举办 这个观看中心的 社区合作伙伴 最后呢 也要感谢 我们的主讲嘉宾 包括何文威医生 姚婉芬 等等 最后呢 也要还是要感谢 我们所有的 翻译员 在幕后帮我们做 今天的 这个传译工作 Shiny Susan Linda Adam 还有呢 感谢 LMB 这个翻译服务的 众心 非常感谢 这个 翻译员 以及翻译服务 为我们努力的工作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今天抽时间 来参加我们 今天的讲座 我们到此 结束 希望下次 有讲座的时候呢 也会见到大家 感谢